一個工地裡面的工人 有本省人 對 有客家人 有外勞 有原住民 有偷跑的外勞 對 建設公司 其實只要有資金 基本上有人脈 基本上就可以做 對 土地就去找開發的人 你這個陽台是藝術品 從最上面第一顆磁磚 到最下面一顆磁磚 每一個其實不一樣 大家好 歡迎來到奧登地城市 我們用最誠實的方式 來分享都根大小事 今天非常有幸 可以請到 低基層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劉總經理 來為我們做一些放談 各位 各位大家好 其實劉總經理 其實他自己也在建設 已經做了很久了 那我就是有一些問題 想要請問你 就是我第一個想要問的問題是 你自己是如何開始 就是進入建設產業的 OK 我大概 我本身是學土木工程 銀建組出來的 80年初 當編退伍 很自然而然的 就到營造廠去上班了 是 然後一直到90年初 在營造廠 在90年初剛好在營造廠 做到公務經理了 一直到協力 那個時候很多營造廠都要轉型 做成建設公司 那老闆就帶著我們一體主管 同時 開始去接觸 建設這個區塊 因為營造跟建設 是蠻大的一個落差的 因為營造廠只會造圖施工 建設公司不一樣 對 因為要講求的團隊所思考的模式 我全不一樣 就這樣子慢慢的轉型 進來做建設 一直到97年 一直到97年 又從建設 接觸到都市更新 一直到現在 所以你說營造跟建設是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嗎 完全不一樣 很多人會把它搞混 好像建商就是自己 就是營造廠 不一樣 但是你現在在你業界看來 就是你覺得 現在的建設公司 有很多 大多數是從營造背景出來的嗎 還是就是 就是建設 其實就我個人觀察 很多現在建設公司 幾乎都是銷售出來的 銷售出來 銷售端出來的 建設公司 由營造廠轉移成建設公司的 不多 因為他們常常會 會用他營造的觀念 是 我要蓋好的東西 我要怎麼樣的東西 做工程人 他有他的一個 工程的理想性跟迷失 那銷售端的 他是以賣為基礎 你工程做的好壞 他不在乎 只要你如期如 去往工就好了 所以 所以 我知道很多 銷售端來做 做轉型做建設都做的不錯 是 所以現在大部分的 你說建設公司 就是從 都是從可能比較銷售面 反而是營造的部分 但是 這樣反而跟我們的原本的 理念好像有點衝突耶 因為我覺得感覺建設公司就是要 他們就是要負責所有圈圈把 事情弄好的 未來的房子的安全性啊 保固啊 這些都是建設公司要負責的 那如果他們只是Sales的部分 可是可能沒有辦法 顧到這麼全面的東西啊 沒錯 他們就是 有資金嘛 花錢請工地主任嘛 或者發包給營造廠 其實你說 一棟建設物蓋好 以後結構產生問題 建設公司只有道義責任 道義責任 對 真正有法律責任的是營造廠 主任集市跟工地主任 就好像說最近機梯大值的案例 是 我一看到第一個反應 工地主任要倒大美了 因為他有責任 那機梯可以說我是發包給營造廠 他營造廠是專業施工單位 是他要蓋掛所有的責任 對 然後營造廠可以說我委託這個工地主任 他有工地主任的證照 所以他就等於說一個推一個的感覺 就會產生一個一個斷點 斷點 對 所以機梯的那個負責任在節目上 就只是簡單做個樣子 就被媒體捧擊 對 所以發生之後 我兒子問我一件事情 我說這個案子機梯可以賺大錢 就是利益都是在 就是不用負責任上面 他沒有法律責任 對 對 對啊 因為工地主任 現在早期的工地主任 沒有這麼明朗之前 出的問題 其實工地主任很容易閃躲 那現在法治權券圈 只要防止倒的 第一個就找工地主任 第二個找這個營造廠的主任機師 是 因為每家營造廠要有一個主任機師 第一個會先找這兩個人 然後老闆其次再過來就建設公司 將一層一層往上去的時候 這些人都只剩下道義責任 了解 所以你剛剛提到說 建設公司 其實只要有資金 有人脈 基本上有人脈 有土地 基本上就可以做 對 土地就去找開發人 有錢就找得到開發人 好像就是現在 因為我自己有收到一些觀眾回應說 他們有說 如果我想要做 就是我自己想當建商的話 我要怎麼開始 所以其實 像剛剛劉總經理分享一些 就是 基本上建商其實好像 我這樣聽起來不難 就是 其實當建商就像劉總講的 有人脈就可以了 一個建設公司老闆 他自己堅苦土開 然後找個秘書 再有個財務 其實就完成了 很多東西是外包的 可是我最近有一個小心得 像我們在開發土地的時候 有時候會整地 是 從廢棄屋清理到填水泥 填水泥有很多學問美感在裡面 我覺得那些整天 爬裡頭曬太陽那些做工的人 才真的是蓋房子的人 真的 可是這些工人他們畢竟 知識水平比較 沒有懂得管理 懂得技術 所以就像剛才劉總講的 又要有工地主任 又要有主任機制 這時候營造廠的負責人 非常重要 他們負擔的是 蓋一個房子的社會責任 你說 中國很多豆腐炸工程不講 南部的那個什麼圍觀大樓 還是什麼林肯大群 一些過去的這些東西 我覺得營造真的是 很多沒改 其實我常跟年輕的工地主任講 我們是營造業 但是我把它 我習慣把營造業 稱為良心事業 真的 因為這棟大樓 蓋得好不好 即使我經驗 三十幾年經驗峰 我也看不出來 因為你鋼筋綁得好不好 對 已經關在裡面了 我看不到 是 那你既然要做這一行 你要對得起你的良心 對 是啊 所以我把營造業當成良心事業 所以你說 就是那些真正重要的 像是鋼筋 或者是你一些 裡面管線 裡面看不到的 就是這些東西 都已經關在裡面了 你看不到 那有沒有什麼東西是比較 現在客氣發達 是可以用很多的東西去檢測 比如說有沒有漏水 像有儀器可以檢測 你哪個地方漏水 只能夠去做檢測 是 那我們打回比方說 拍水管 我們拍水管有分AB管 就是酒味的後管跟保管 今天它跟你 時光當中你沒有看到 它跟你做保管 噪音 破掉的機會都比較大 這你不會 沒辦法知道是不是 因為都在裡面 都關在裡面 那就是我們工地主任 尋查的時候 就是要去看他有沒有 偷料 那一般人有沒有辦法知道說 就是假如說這個案子的工地主任是誰 或是是誰負責的 可是 只查到營造廠嘛 應該沒辦法查到 到底是真的是 現在的法規 可以查到工地主任 現在是營造工地 工地主任是要登記有案子 是要保備的 所以可能 但是你一般人也不太會知道 這個工地主任有完成過什麼案子 或是網路上查得到 可是他有證書 有證書 對 因為現在當工地主任的話 工程告示牌有掛一個工地主任 某某某嗎 這個人是要領有證書才可以 OK 所以還是有一本一定的標準去審核出來 對 然後叫監造人是不是 監造人 工地主任 那個你說像外面一些建案看到 他有看過工地主任 就是工地負責人 某某某 他只要領有 國家認同工地主任證照的人 才可以擔任工地負責人 了解 OK 我聽一些業界建商朋友講 現在工地主任不好找 年輕人都不願意做 非常的缺 非常的缺 對 光這三年來 我知道光工地主任的薪資 大概漲了將近三萬塊起來 還找不到人 什麼原因 這三年喔 對 什麼原因 六種大概 年輕人不願意做 太辛苦了 像你剛剛講的類吧 我就是扛責任 對 扛責任 然後像比如說在101年 我在規劃蓋飯店的時候 我的工地主任從來沒有滿邊過 從飯店開工到開幕 主任都沒有辦法滿邊 然後我們開出的價錢 比一般行情還高 工餐 每個月聚餐 然後事務所咖啡茶葉隨便你們用 還是沒辦法滿邊 哇 很多年輕人他會覺得說 我要去有冷氣的地方 是 你們工地熱 灰塵 環境不好 他就不願意來 但這才是工夫所在耶 真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早期當工地主任 都是老子畢業的 專科畢業的 很吃苦的 那現在教改之後 每個都是大學生 然後你說有些人就說 我一個大學生還跑工地 是 就這一層就慢慢就消失掉了 了解 我覺得我想 我比較想拉回施工當那一塊 OK 因為一般人就是覺得 可能我們去 假如說現在新的建案買房 好了 那如果是比較 從外面看的話 對 有沒有什麼地方可以看得出施工品質 好不好 只能夠 用 用它的粉刷面去看 真的 只看到粉刷面 對 那或者是窗戶四個邊 四個角 因為最常出問題就是窗戶 只要我們有開口的地方 它的物理特性就是會45度的裂痕 然後會不會漏水 然後我通常 我們在看的時候就是 手很賤 我會去摸牆壁 有沒有平整 對 其實手就感覺就出來了 你說直接摸一面牆這樣嗎 對 這樣走過去要摸就知道它 它粉刷的有沒有平整 但是那個可能就跟它的 粉刷的狀況有關 不一定跟真的後面的狀況 其實結構怎麼樣 你根本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OK 那現在又有輕隔間了 對 手摸又不準了 對 就木板了 可是像有些建設公司 比較有品牌 或者是一些大型的 他們還是有所謂的什麼 縮時攝影 從挖地基到出土 到蓋好到上樑 每一個過程到灌漿 有些建設公司 它還會邀請 比如說坐到地點 帶著客戶們去看 再去看一下 對 算是比較有品牌良心的 這個 在我個人覺得 是 還是噱頭 只是一個噱頭 噱頭 噱頭 像在921的第二年 我 那家營造廠 那家是做鋼購 我為了學鋼購 去那邊當繪圖員 在那個時候 20年前我們就已經用工地攝影機了 對 四周的大樓 統統裝上去了 是 對 但是 你看不到細節 就算你現在攝影機的鏡頭再好 我們做一個比喻 今天它在這個樓板在做鋼筋綁炸 量配金的時候 甚至我們工程人員檢查 還要低著頭 彎著腰才看得到 它配的不標準 指數對不對 是 你一個攝影機即使能夠遠觀 鏡頭再好可以拉近 但是很多是要有角度才看得到的 嗯 那我覺得那個只是噱頭而已啦 嗯 難怪劉總剛才說 這真的是個良心事業 真的 那跟我們開發一樣痛苦的點是 我們的 我們的 對象 是地主們 要解決人的問題 那營造這樣講回來 最辛苦的應該是管理工人 對 除了安徒施工 你要管理這工人的素質品質內容 對 因為一個工地裡面的工人 有本省人 對 有客家人 有外勞 有原住民 有偷跑的外勞 對 然後原住民又有分 台東的 花蓮的 屏東的 又個性也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你要怎麼去整合他們 你同一個工地 可能出現這些人 又要有團結 又要向心 又不能出包 這才是 能做好的關鍵 對 這可能是因為像 劉總之前在過監工 對 所以才會比較了解這裡面的生態 對 了解 OK 不容易 真的 回到剛剛就是 我們剛剛有稍微聊到說 就是 因為劉總有一些案子是經過鐵路 鐵路 然後鐵路的一定耐震跟噪音 是要做一些防範的 對 但是劉總剛剛有提到說 就是像高鐵跟一般的鐵路 對 聲音又不一樣 對 那這些地方要怎麼做 這個 很多 我相信這個問題 目前業界很少人碰過 那也是因為剛好萬華那個獨更岸 我那個當初規劃就是挖地下五層樓 是 然後做五樑板 五樑板 我地下室是做五樑板的 然後總共挖的大概20米深 那離 因為我們這個基地 離蒙甲大道25公尺 是 然後蒙甲大道底下是鐵路局的隧道 跟高鐵的隧道 它是蒙甲大道底下12公尺 變成我們挖的比較深 那當初建造審查是有匯高鐵局沒有錯 有匯鐵路局沒有錯都核准了 但是整個建築物蓋完焦屋以後 當然在蓋的當中是沒有發覺 因為工地都比較吵雜 焦屋了 糟糕 怎麼會有鐵路經過的聲音 非常危險 然後我又再仔細觀察甚至 這個聲音比較輕 這個是高鐵的 比較重 空鏘空鏘的那種的 這個是鐵路的 就會有這種聲音 它就是因為 地底下他們經過低頻的聲音 傳到25公尺外 我們這裡來 那又剛好我們挖的比較深 好像聲音過來 會有一個音響共鳴 就往上了 然後我們那一棟是15樓的 所以牢上也聽得到是不是 11樓的也都聽得到 真的假的 敏感的人都聽得到 因為您剛剛我們在聊的時候 您說它是比較低頻的聲音 對 跟一般的那種噪音又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 就你沒辦法用一些可能格檔的東西 因為它就會共鳴進來 是啊 所以等於說整個聲音都會 那因為你剛剛也提到一個案子是說 就是它是裝這些機電或是冷氣的 在頂樓吧 對 然後你說它也是在樓下也聽得到 這個是在90幾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 前任老闆他家裡買了一棟飯店 那飯店他的頂樓 一般現在大家飯店業者都會利用頂樓去 裝設備 比如說冷氣主機 對 一些飯店的設備都會裝在頂樓 對 要節省空間 對 那時候老闆買了之後 我幫他接手整個翻新隔 跟規劃 發覺 也要去那邊住嘛 嗯 糟糕 頂樓下來兩層樓 到晚上 只要冷氣一啟動 就會嗡嗡地平的聲音 那這個部分 在一百年 我在規劃新店飯店社會問廠商 你們這種事情怎麼處理 每個廠商說 做 他們一定會做隔音店 然後我說隔音店能夠預防嗎 沒有一個廠商敢講說可以預防 反而又建議我 那我們可以再做浮動地板 浮動地板 對 它等於說這個機器是放在另外 再灌一塊地板這邊 然後它是跟主結構是脫離的 成本比較高 我還是一樣的問題 能夠完全克服嗎 他不敢保證 然後後來我就把這個案子的 冷氣主機放到地下二樓 因為我們那個飯店總共有三百個房間 冷氣要七百六十噸 那我光裝冷氣的空間就要超過五十幾坪了 我放地下二樓 損失幾個停車位 我所有的低頻聲音完全沒有了 那那個排水通風什麼都有辦法克服的 都有辦法克服 那回到剛剛講的 那那個鐵路就怎麼辦 鐵路目前我跟幾個建筑是在討論 其實大家都還沒有碰過這個案子 只能夠去試驗看看 那附近的新監案也不知道 附近新監案是有聽說一個它是有做 準備打算要做隔針 隔針 然後自己效果怎麼樣 也只能夠讓承案之後 再適時來的去認定 其實在我們開發段我常遇到 像我在大安區信義縣那邊 那個信義路上 我們一定就會先看有沒有捷運進線建圖 進建的部分它就不好挖地下室 線建的部分你挖地下室一定會有一些零損相關的這些問題 坦白講地主最關心的就是 那我挖地下室怎麼挖 未來這些噪音的問題怎麼解決 像我們住永和 永安市場到井竿這一段 很多地下有穿越的那一段 上面的房價都不好 明顯會有這個潮的聲音 會有 會有低頻聲音上來 對 沒錯 會有這個影響 這技術上 我們目前的營造建築工法有沒有什麼技術 目前 目前沒有 前兩天跟建築室討論這一塊 對 我說我個人覺得現在材料非常的發達 對 那可以嘗試著用可以吸低頻 因為我們地下室都做連續幣 連續幣一定會有個Double War 對 Double War用可以吸這種低頻的材質 來去做這面牆 只可以這樣去嘗試看看 如果有一個中空的一個空間有可能 我隨便亂想 就原理上就是隔開 對 讓那個震動比較不會 對 就像氣密窗雙層的 它中間一個增口還要有效果 我不知道這個 鐵路鐵軌的會不會有技術上的 這個不會 因為 畢竟這個案例 目前就發生在 萬華那一棟 對 了解 就是可能有 給大家各位觀眾在看 要去看屋的時候 可以注意一下 其實不只是噪音 對 就是跟那些低頻的震動的聲音 也可以去注意一下 像剛剛你提到那個 題外話 就是雙層氣密窗 對 其實雙層氣密窗的隔音 隔音系數沒有比較好 它是隔熱的效果比較好 其實雙層氣密窗 那時候規劃飯店 我曾經老闆堅持要用雙層氣密窗 後來找了台坡 我們去分析雙層氣密窗 隔音系數沒有所謂的 交合玻璃高 真的假的 對 這個是純粹從台坡科長 因為你雙層氣密窗 是六ミリ的玻璃 中間是六ミリ的真空層 講是講真空層 基本上不是真空 只是外面玻璃烤熱 空氣抽掉而已 再來就是六ミリ的玻璃 那今天你做的時候 外面的環境 高音低音頻率都不同 如果頻率對的話 它會有共鳴的 反而會產生共鳴 進到你室內來 這樣子喔 所以你看機場所有的 它都是做交合玻璃 然後交合玻璃中間那一層膜 是用隔音膜 喔 這樣效果還比較好 對 然後為什麼會用雙層玻璃 溫差大 對 那裡面才不會潔入水 如果說你 冬天外面很冷 台灣這個量很潮濕 那你裡面開暖氣牆壁就會 潔入水 然後你用中空玻璃的話 這個情況就沒有了 喔 所以就是主要是因為防止入水 對 溫度的變化 室內室外溫度差異太大的話 室內的部分就會 就會潔入了 OK 了解 原來所以 這個也是今天才學到 這個對 整個觀念是滿衝擊的 因為我一直以為 雙層氣壁創是最好 最防音的 中空玻璃 對 中空玻璃 OK 了解 那 因為你剛剛說到說 施工的品質可能比較沒辦法 去做一些看 就是觀看 但是你覺得建築設備啊 譬如說 消防 防水 給我電這些 有沒有辦法去看 消防 消防通常事後做完 就是消防 供電設備都有 消防隊的標準 因為消防隊都要經過測試以後 那台電也是他們的測試 那我們通常針對這個部分 是看他地下室的管路 配得夠不夠工整 夠不夠引擎而已 那真正的會去看 是看他的排水 排水跟每個租戶 影響是最大的 對 這個漏水問題一發生 對 就頭痛 那排水順不順 會不會阻塞 取決於師父的配管 那 那現在我們的排水其實都是明管嘛 很多師父為了方便 就是 只管 橫管一個90度彎頭就接起來了 對 這樣不行啊 這個是不對的 真正你轉90度這個彎頭 只要兩顆45度 兩顆45度的彎管組合成一個截筒 一個L 一個S型的感覺 就好像我們都市計畫有一個 道路截角的概念 喔 了解 這是標準工法 它不能90度啦 對 像是這樣子 20度那個角就容易卡住了 對 應該要這樣子玩 然後碰到東西衝擊容易破 如果碰到它的彎頭使用保管 對 它就很容易破 保管也有90度 喔 法規上只要用後管 是是是 它一旦接上去了 你看不出來了 嗯 喔 了解 除非真的很內行 去找它的代碼 喔 這個代碼才會顯示出它是保管 建築配置圖都不會寫 就是只會寫代碼是不是 沒有 建築配置圖只會配線管路 那通常這個習慣都是按照國家標準 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嘛 嗯 那營造這一行最弱的是基電 基電 工地主問你說普建很厲害 嗯 基電是工地主問最欠缺的 喔 基電 對 那一些比較有知名度 比較有良心的廠商 對 除了工地主問以外 會再配一個基電主問 喔 這個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對 像我在開飯店那時候 雖然我底下有所長 我有空 就去查他每一個的那個水電 預留的那個管 嗯 後來那家公司 我就非常的認同 嗯 我一直要找他們跟我 從後管變保管 我居然找不到 每一個樓層 我都下 都下去檢查 喔 哇 劉總這個做事嚴謹的精神 很讓我們年輕一輩 真的 值得學習 他是在幹良心事業的 真的是良心事業 我提出一個現在 多更為老改建 常會地主發生的一個問題 因為我們有很多獎勵紙可以拿嘛 嗯 什麼耐震西書啊 綠建築綠標章 所以我後來發現 我家長很常去參觀一些 代銷或工地暗場 建築工法也一直在推陳出行 我想請教劉總 針對這個防 天災人禍 天災啦 地震中火災 現在最新的這些工法 有沒有什麼一些 你覺得CP之高 又符合安全一個角度的一個 其實現在都是按照國家標準 都是按照國家標準 就是只要符合 耐震六級的國家標準 對 六級 就OK了 那通常在結構設計 或建築式設計上面 會再加上施工誤差 施工誤差 會再稍微 再拉高一點 是 因為你工人來的數值 完全不一樣 工地主任的數值也不一樣 對 所以我很敬佩劉總 他可以自己從營造背景 轉成建商就是 我坦白說 以我們開發角度 實施者是建商是甲方 對 建商有很多種 要窮推案量的 要拼將本求力的 還是真的也有良心的角度 來完成這件事情 像有些某些建設公司 兩個禮拜就可以蓋好一層了 那那個 我們去看 確實房價便宜 量體又多 可是我光看一個細節 我們內行的不懂 我也是跟那個銷售小姐講 我說哇 你這個陽台是藝術品 你從最上面第一顆磁磚 到最下面一顆磁磚 每一個都不一樣 我說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是一個 對 然後那個水泥就鋪得不完整 不平了 你磁磚聽上去當然就不平了 很糟糕 這樣也是賣欸 他在玩笑 賣的笑笑笑 因為行情30他賣25 他也跟你講 我幫年輕人可以成家了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個當然啦 各有所需 對不對 有些是拼平價宅的 拼集合住宅的 但是你到一定的白領階級 或者到富豪階級 他們看的東西是有 他們的講究跟品質 是 他們看的會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是 因為他們看過不知道幾間 對啊 選擇多啊 是 對啊 就是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就是可能 可能被價格限制吧 對 被價格限制 一些 他們可能選擇性就這麼多 但是其他 你到一個階層之後 選擇多了 你當然 要求的也會多 這點其實我心裡也很痛 因為 他們就這麼小 土地資源就這麼少 一些很好的地點 被一些大財團 大企業 如果一旦買下來 他要將本球力 他要平速度 在施工品質沒有去講究的時候 其實誰是虧 回到人民身上 消費者身上 當然是價格導向沒錯 可是我很經常 很敬佩劉總這種 把良心放進去的 其實 你說大型建商這樣 對 他是價格導向沒有 對 但是 不會因為價格導向 影響到他的品質 整個品質 不應該影響他的品質 才對 對 因為 我在當工業主任期間 就 常常發生的案例 我要求這個廠商 沒有達到我的標準 要求他改進 廠商 通常小包都會回答我一句話 你們公司給我的價錢這麼低 我只能夠做這種品質 可是 當這句話 他告訴我說 價錢 我又不可以講 價錢是開心的 對 品質要照標準的 這句話讚 當然 那廠商只好摸著幣 彼此改 因為你拿公司的案子 一定會有國家的基本標準要求 是 那你要拿的第一次 你願意低價去強標嗎 但是你不可以因為低價強標 去影響到我的品質嗎 如果營造場 都像劉總這種精神 我覺得台灣會變得比較美好 真的 我忍不住Alan 還沒跟你說一聽好 我問一個比較辣的話題 好不好 比較辣的 好 來 因為我們開發第一線 能給地主回饋多少的分配比例 是計算投報算得出來的 對 真正影響案子成敗的關鍵 是營造的成本 嗯 那有些建設公司它有自己的營造廠 老闆也有良心 他當然盯得很緊 有些只是買牌來 好像說 跟地主講 我有自己的營造廠 沒問題 我自己有工有料 但是我這樣經歷下來 台灣應該是至少 一半以上的建設公司 都是發包出去的 都是外包的 對 外包或者是借牌 或者是借牌 對 對 那如果是外包出去的 一轉兩轉三轉 坦白講 有所謂鬥開 鬥定的鬥開 坦白講 這犧牲的 我覺得這無形之中 被墊上去的成本 我想請教劉總 怎麼樣子去面對這樣子的問題 會有沒有遇過這樣子的問題 你的甲方 跟你要求一些 我們常常 常常在旋轉這些事情 我覺得 對 我在營造廠的時候 甲方要求我做某一些事情 對 只要有違背 對 我應該不做 這個精神 對 我應該不做 我不好意思說 有些建設公司 你公司開個案子 才發包出去 他馬上就要訂新車了 真的 有些單子再更大一點 他發包出去 他就去買房子 其實應該講說 你現在 我們剛講這些 對 品質好壞 取決於公地主任的數字 是 像我一個朋友 現在在樹林一個案子 對 我就不提那個案子 對 他是屬於山坡地 對 老闆要求要趕工 哪裡要 要怎麼做怎麼做 公地主任 他堅決講一句話 等一下 白是我的 嗯 現在還不能夠去做那個 嗯 以後會影響到 我 結果老闆 董事長還是沒他的皮條 嗯 這個就是公地主任 你該要有的素養 真的 你不可以因為 銀河老闆 我要巴著老闆的大腿 我才有工作 對 今天講難聽一點 沒有你公地主任 誰幫老闆賺錢 對 哇 所以劉總我聽懂了 他從最第一線的公地主任開始 就要懂得把這個名譽口碑 看得比性命還重要 對 因為你照顧的是 未來買進來可能是200戶 300戶的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在他手上 因為就像我半都跟著座談會來講 對 我都跟住戶講 對 財產是你們一輩子的 對 嗯 那我一定要跟你們談到 你完全了解 你再來跟我簽約 只要你有不了解 我們就不要簽約 因為這個都是他們一輩子的財產 真的 那你說年輕夫妻拼了一輩子 好不容易買一棟房子 這邊漏 那邊漏 情何以堪 真的 心情就很差 對 所以我覺得今天真的 跟劉總學習到這些 這是一個做事 做事業做事情的精神跟態度 真的 我最後再請教最後一個問題好了 是我在開發廠 對 滿常被問到的 關於就是建築的問題 就是到底是RC好 還是SRC好 還是SC好 大家都說我要SRC或SC 對 就是這個差別到底要怎麼 這個問題我也常碰到 嗯 我都會跟租戶講 任何RC SRC SC我都不反對 通常SC是做在辦公大樓才有 對 那今天你租戶要做SRC 嗯 成本比較高 對 你少分一點 我可以我無所謂 嗯 嗯 那你說哪一個好 其實都一樣符合國家標準 嗯 嗯 那每個人有每個人的偏好嘛 對 那回歸到都跟地主談的時候 每個地主當然 希望我分品數多一點嘛 嗯 結果RC能夠分的比較多啊 嗯 對啊 那你說 耐震怎麼樣 有耐震的因素 有地震因素 但是也有火災因素啊 嗯 你SC的房子 他就是怕火烤啊 對 嗯 你說誰比較好 都一樣啊 都一樣 對啊 因為每一個構造他都有他弱 弱的部分 優點跟缺點 對 OK 好 了解這 我知道怎麼回答這個問題 OK 你說 因為我們也常面對地主RC 沒問題 因為像 我不知道我比較淺薄 SRC可能是 隔音上就比較差 但是他結構上是比較穩健 但是RC的隔音效果方面是比較好 但是這些比較 找對好的營造廠才好 對 對不對 工地主任第一線 對 因為劉總是從第一線出來的 他很知道怎麼去用這樣子的一個品牌精神 跟自己的口碑來經營 真的 最專業的 而且是良心企業 真的 真的真的 我們今天真的非常感謝 而且有辦法請到這麼有良心的 最有良心的 其實是 稀有動物 這行生死幾年的一個經驗分享而已 是 真的 OK 我插播問一下小問題 地主也常問的 這個漏水結構 這些相關的保固期限 到底業界有沒有一些標準 像國泰 我自己家打廣告 很多地主在家 他終身保固 有些15年 有些7年 有些3年 有些2年 這國家好像沒有標準 國泰 國泰有標準是結構安全保固15年 15年 那任泰這幾年 他也推終身保固 對 現在任泰他也有幾個案子 早期買的 他也負責幫他都更 對 那有些公司他會走得比較長遠 對 你30年之後也要拆掉重蓋 那通常你過的保固 像我們在 就以我們在營造廠的時候來講的話 過保固 我們還是會服務 像我們在營造廠 那時候一個科技廠房 已經交屋5年了 那一般保固房 所以保固都過期了 他有問題 一通電話 我們還是會過去幫他看 然後但是會著收成本 供料錢 對 合理 我幫你保固並不代表 我一輩子都要幫你做義務的 我可以技術上的服務你 但是供料這個錢 就是由業主方要去出 OK 所以這個精神跟態度 還有實在 這很重要 真的 會讓 假設我是地主 我聽到一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 他從這樣子來看營造的時候 心裡會很踏實 對 這角度就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出發點不一樣 我個人覺得 有時候我們在開發第一線 那個地主在跟你討論市場 討論行情的 它是有些銷售型的 那代銷的工作 會變化的 但是你一個土地上面長出建築物 你的工跟料 是實實在在 內行一點的地主 就很會問這方面的問題 那就是最實在的東西 真的 如果地主有接觸到劉總 這樣子跟他很踏實的講 就是他剛剛講的那一句 你解釋得清楚楚 你有不清楚的 我一定跟你解釋到清楚 不然你不要跟我簽 但是說他不貿然的去 要去對你的財產有什麼想法 反正我對你的財產是有責任的 有責任 你也放心了 我們在華益港玩了 對 我們在開發階段長 我面臨到這個地主 對 什麼背景我們完全不知道 對 那我也曾經碰過一個案子 剛好那個地主他有問 我的建範設備有個ATS 就是說當台電停電了 會透過發電器啟動 透過ATS去做轉換 那住戶裡面 我有提供他冰箱 跟玄關燈使用發電器供電 對 叫台電停電 我這條地方使用供電的 是 很重要 那住戶就問得很細 對 問到最後他認同了 我的所有的答覆 所有的解釋他同意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他簽約了 簽約走的時候給我一張名片 對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 機電部經理 專家 對 因為我們在開發階段 常常會碰到這種人 這很重要 有的家裡有老人家的 要查呼吸器的 一個停電 一個地震 什麼挖勾的 還有這個可以供的時候 那救命就在一瞬間 對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開發當中 碰到形形色的人 什麼背景我完全不知道 像最近我一個案子是碰到 是做鐵工的 然後他就會考試 像我們早期在營造場 當工業主任 都要經過每個師傅的考試 怎麼考試 師傅會故意講說 注意 要怎麼做 這我不會做 你再教一下 你有辦法教他 從此以後他怪怪的 你沒辦法教他 他認為這個工業主任 三都五萬 他就幫你吃了實實的 就是像之前你提到的 要做consultant 對 現在又更高 做authority 做權威 權威 對 他就聽你的 我覺得從劉總身上 這樣一個小時的訪談 我趕快再感受到一個 一個感受 我覺得認真是成功的基本條件 但是必要要素是實在 我覺得劉總從頭到尾講話 跟對工法從第一線出來 當你實在的時候 地主對你放心 也不怕工人挑戰 那也不怕被甲方刁難或什麼 你經得起考驗 對 我覺得今天 劉總真的讓我們學習到好多 非常謝謝劉總 我今天的問題 保羅看有什麼要補充的 我今天就好好要回去體會一下 這個劉總不言而語 他也不誇大 也不浮誇 講的話都是把問題提出來 他怎麼解決 對 給我們年輕人收穫很多 其實最後 我心目中 我常在跟人家比喻跟你們分享一次 是 謝謝 我說一棟建築物就好像一個人 骨骼就是我們的鋼筋 對 肉就是混泥土 對 血管就是弱電 電力排水 然後外面穿這個 就是我們的粉刷 你外牆粉刷再漂亮 你可能你買LOV的來穿 你可能買名牌衣服來穿 有的是買國產 那純粹只是外觀 對 所以你一個人的體質好不好 真的是工地主要非常重要 太重要了 不然的話你一個人 你怎麼會知道 他的骨頭哪裡不好 對啊 所以我常會用一個人來形容一棟建築物 太貼切了 以人為本 真的以人為本 嗯 好啦我們 真的非常謝謝 這種經濟的時間 當晚輩 教我們非常多 嗯 我們今天的節目都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聽 謝謝 好六總謝謝 謝謝